各位师兄大德,我是小赖,欢迎来到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外婆说那位老者就是地藏菩萨 她看到土地公向菩萨进香 第一次听说南摩地藏王菩萨的圣号是我11岁那年 那年我和母亲,外婆还有母亲单位同事一起去安徽黄山 九华山那一带旅游 记得那时什么也不懂,外婆说快到九华山了 大家可以开始念南摩地藏王菩萨了 当时听了地藏菩萨圣号 幼小的心灵就有很强烈的冲击和震撼 感觉到了强大威神力以及无比神圣的感觉 所以坐着车一路上和外婆念菩萨圣号 一直念到了九华山 到了百岁宫看到菩萨圣像 心中充满着无比的感动 我跪在地藏菩萨面前说我竟一切皆忏悔 我才11岁就脱口而出 没有人教,说完恭敬磕头 并且向菩萨求了九件事 现在想起来这九件事都满怨了 没有落下 所以地藏菩萨真的是满怨之王 当时在寺庙里走着就有一种不想回家 想一直待在这里的感觉 然后我们请了一尊地藏王菩萨回家供养 就下山了 下山的路上 我看见母亲和外婆手上有行李 我就主动全部一个人背了 所以当时我走得最慢 走了没多久 看见母亲和外婆在前面停下来了 我心里还纳闷 怎么没有多久就休息了 走前一看 原来是一位衣衫褴褴的老者 住住拐杖说得了重病没钱买药 我母亲就供养了他十元 这时老者专门走过来看我 我心里想我身上没钱 那时身上带着大杯咒 可是老者的眼睛感觉似乎能穿透那本小书 看到里面的字 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所以当时我能在那儿 就在我发呆的时候 母亲喊我走了 可是没走几步回头一看老者不见了 凭空消失了 外婆这才走过来告诉我们 这是地藏王菩萨化现的 因为她看见老者身后 有三根香从土地里生出来 我外婆说那是土地恭敬地藏菩萨的 我外婆修行很好 跟我讲过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当时我们心里惊喜着 一路默念地藏菩萨圣号下山 另外 之前我外婆有多年咳血的毛病 怎么都治不好 从九华山回来后就完全康复了 连咳嗽一生都没有了 外婆现在八十多岁了 但是很显年轻 而且她乐于助人 修行不断增上 这都是佛菩萨的加持力或微得力 对了 外婆还告诉我 不学佛的人都是傻子 因为只有精进学佛 才不会浪费这个难得的人生 才能报答佛恩于万一 才能处理轮回 不让地藏菩萨操心了 二 2009年11月爷爷病逝 在灵堂 我母亲给爷爷放了念佛基 但我姑姑不信佛 还在后面笑我们 并且在灵堂杀生祭祀 当时我就觉得这样对爷爷不好 所以很不放心 并特地为爷爷塑造了一尊 阿弥陀佛像安放在寺庙里 之后因想念爷爷 就遵照地藏菩萨本愿经上说 若未来是有男子女人 或如补食或三岁五岁十岁以下 王师父母乃及王师兄弟姊妹 世人年纪长大 思义父母集住眷属 不知落在何去 生和世界生和天中 世人若能塑化地藏菩萨形象 乃至文明逆瞻一礼 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 文明渐行瞻里公养 世人眷属假因夜故多恶趣者 既当结束 成四男女兄弟姊妹 塑化地藏形象 瞻里公德 寻即解脱 生人天中受圣妙乐者 及成四公德转增圣英 寿无量乐 世人更能三七日中 一心瞻里地藏形象 念其名字满于万变 当得菩萨献无边身 聚告世人眷属生界 或于梦中 菩萨献大神力清领世人 于诸世界见诸眷属 因此 我如是照做 于第七天的夜里 梦见爷爷牵着我的手 在他住的地方边参观边聊天 我看见他住的地方比较暗淡混沌 但也是有花园亭台楼阁 当时爷爷应该是是堕落轨道了 但是凭借塑造阿弥陀佛圣像 及其他功德的力量 爷爷在轨道也过得很好 衣食住都不错 这也是福德比较好的表现 但毕竟在恶轨道 不圆满 到他房间坐下 爷爷买了很多东西请我吃 我想还是要先进完佛再吃 我于是到爷爷房间里的佛堂 一看那尊佛像 我惊呆了 那不就是我给爷爷宿的那一尊 阿弥陀佛圣像吗 是一模一样的 我马上点香 香衣点住 我就回到自己家中 从梦中醒来了 自那以后每年元宵节 我都会梦见爷爷 都会来带我去他住的地方玩 或者在我住的附近逛 一直到2018年 我给爷爷做了两次 三十信念超度法会 遇过年前 梦见爷爷带我去他的新家 发现再也不是黑暗的世界 而是一片光明 住的房子也美丽高大富贵起来 应该是从轨道进入天道了 从这次梦之后 再也没梦到爷爷了 并且2019年的元宵节 他也没有来看我 这让我想起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说 假使来世 或现在生 得获圣分 生人天中 原是灵中 被诸眷属 造是恶因 义令是命中人 秧类对变 晚生善处 因我姑姑在爷爷灵前杀生祭祀 使得爷爷之前 在轨道停留的时间多了九年 晚生善道 所以 诸位千万不能在王者过世的时候杀生 而是要为他们多做善业功德 这对于王者未来的投生和受用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地藏经上所说的真实不虚 三 我小学同学结婚多年 没有小孩 问我怎么办 我让他每天念一部 地藏菩萨本愿经 并且每天念一千生 南魔地藏王菩萨 结果念了一个月 就怀上了宝宝 但才过两个月 他就说 医生查出孩子有病 要他打胎 他放心不下也不舍得 又来问我 打胎是杀生 当然是不对的 我想起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说 若未来世中 严福提内 沙利 婆罗门 长者 居士 一切人等 极异性种族 有心禅者 或男或女 七日之中 早已读诵 此不可思议经典 更为念菩萨名 可满万遍 是新生子 或男或女 素有殃报 变得解脱 安乐一样 寿命增长 若是臣服生者 转增安乐 给予寿命 就劝他继续按原先的方法 坚持每天念 不要间断 我保证一切没事 因为依靠地藏菩萨的微神力 都能转女成男 何况是其他的一些小问题 大概七个月后的一天中午 我做了一个梦 一位非常漂亮的小女孩 对我说 谢谢我救了她 说她已经来到时间了 她说完这句话 我就听到短信声醒来 短信内容 是我小学同学发来的说 十三点出生 母女平安 孩子健康 谢谢你 四 我一个大学同学 家庭非常富裕 也是和大学相恋的男友 结婚多年后 没有孩子 吃什么药都不管用 之后也来问我 我也是让他每天念一部 《地藏菩萨本愿经》 并且每天念一千生 《南魔地藏王菩萨》 结果一样 第二个月就怀上了孩子 遇九个月多后 生下一个白胖儿子 他们家非常欢喜 五 我妈妈单位有个男同事 在单位是个好干部 在家里是个好丈夫 对妻子照顾无微不至 唯独对佛法不幸诽谤 有一次他们单位组织去旅游 到了一个寺庙 大家都在敬香拜佛 他不幸还诽谤说 你们这都是迷信 还说了一些其他过激的话 寺庙里的师父听到后说 你这样会不好的 回单位后不久 就被查出是肝癌晚期 医药无效 没多久就去世了 我听说之后 非常难过 正好那段时间 在帮我爷爷念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 那时已经念了七步了 我想着顺便为母亲的同事念两步 然后一起回向 九步都圆满诵读完毕并回向之后 就在第二天 我母亲对我说 他梦见这位去世的同事满面红光 来感谢我母亲 我母亲还觉得很奇怪 就和说了这件事 我母亲之前是不知道 我为她同事念了两部地藏经的事 因而地藏经对于亡人的利益 是不可思议的 六 大学期间 暑假去大连旅游 有个行程是到日俄监狱参观 这个监狱是当年 日本人迫害中国人的地方 里面那些白骨血迹 全部缘分不动保留 我们一堆人进去后 走到一个阴暗的过道 下面是一个架空的很高的下水道 就在这时 我突然感觉脚踝被一个什么钩子勾了一下 好疼好疼的 然后就一直连续好几天头疼 身体特别累 感觉自己就一直没有离开那个日俄监狱 还有点滴烧 到家之后 我非常虔诚地在家里佛堂地藏菩萨圣像前 求地藏王菩萨加持 并把去日俄监狱经历说了一遍 希望我身体能够尽快康复 当天晚上 我就梦见一个小沙迷敲着沐鱼 念着经到我身边 然后又在地藏菩萨像面前消失了 梦醒后 我发现厚厚的被子都湿透了 但是所有不湿的感觉都消失了 发烧也好了 后面果然又生龙活虎起来 非常不可思议 七 最近一次 梦见有两个道士模样的人 把我和几个人带进一个房间要对我们做法 也不知道是什么法 其他几个人被两个道士咒语念完后都站不起来了 轮到我时 我看见道士的桌子上有一个沐鱼 就问这两个道士可不可以完成我一个愿望 就是把沐鱼借我敲几下 因为我当时想念又念不出南魔地藏王菩萨这一句圣号 但我有一种直觉 如果敲着沐鱼念菩萨圣号 他们就无法摆布我了 不知道为什么两位道士居然傻傻地答应了 我大喜 马上拿起沐鱼大声念南魔地藏王菩萨 念了三声我就从梦中醒来了 大家如果以后做噩梦 梦境当中如果能记得念地藏菩萨或者观世音菩萨名号 不出三声就会醒来的 这个很多人都有类似的体验 佛菩萨最慈悲 时时刻刻希望我们离苦 哪怕是梦境里也不希望我们受苦 所以有感就有应 决定真实不虚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